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神明 不同的灵体的存在确实是 可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是独一的真神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三位同等同融 而且非常完美地融合成为一体 开始我跟各位分享了我们的圣父 讲到祂是自有永有的神 祂是永有不改变的神 然后有两次我跟各位分享了 我们的主耶稣 耶稣 祂的名字 祂就像祂的名字一样 耶和华带来救恩 祂为我们到地上来 为我们舍命 赦免我们的罪孽 就像尼加书第七章 十八到十九节所说的 非常宝贵的经文 那么说神啊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必再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这就是神我们所做的 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 讲到我们的主的复活 讲耶稣的复活 那耶稣是复活的君王 他虽然死了 可是他为我们复活了 弟兄你要知道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 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 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那边提到说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再读一次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好 这边提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 我相信基督徒都知道 他弄错 耶稣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耶稣基督 大概明耶稣信基督吧 其实不是啦 基督不是一个信 基督是犹太人的一个头衔 他的意思就是受高者 被神高抹的 或者被神拣选的人 基督是希腊文 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我们讲弥赛亚 弥赛亚救世主 受高者被拣选就这样 有基督很多这种 基督 旧约 基督 大帝师 他们被神拣选 他们受了高抹 他们来服侍神也服侍人 他们代表百姓献赎罪祭 代表献祭 耶稣就是做这个的 所以基督教 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把基督 特别当作耶稣的称呼 所以说耶稣基督 他是弥赛亚 他是我们的救世主 因为他来为我们出去 我们的罪孽 叫我们得到拯救 所以保罗他就是 他说我就是蒙召 保罗这个蒙召特别传扬 神的福音的 他特别传扬神的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第一次我们了解保罗 保罗其实基本上 一开始他是一个 犹太的拉比 就像其中很多拉比一样 所以他一开始 他们是非常方便 反对基督教的 他们认为 耶稣跟他那些群众 跟他跟随者 是一群抵挡神的 亵渎神的 所以保罗他就是 逼迫教会 杀害基督徒 把很多基督徒放到监牢里面 但是很奇妙 大马色的路上 保罗遇见了耶稣 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 所以保罗就知道 耶稣原来真的是弥赛亚 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 所以保罗就很大的一个改变 他成为一个逼迫教会的人 成为一个 积极火热传扬天国福音的 一个使者 所以保罗一生 其实他为这个使命的呼召 甚至最后献上自己的生命 他为了福音 为了主 殉道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而保罗在罗马书 刚刚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一节 他其实要告诉我们明白 福音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讲福音 我们传福音 可是福音到底是什么 保罗就要告诉我们说 福音好消息 正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保罗告诉我们 福音其实不只是一些 供我们来思想 思考 非常属灵的事物 或者是 福音不只是改变我们这个人 叫我们成为一个好人 没有错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可是他要告诉我们说 福音基本上 福音其实是一个宣告 宣告 我们宣告福音 福音是一个宣告 是宣告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什么事实 就是宣告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曾经在历史中间出现过 他所事 他所做的 就宣告他的出生 他的一生 他为我们死 为我们死在实际上 然后他为我们复活 福音就是这个 而保罗就是宣告这个福音 而每一个人 保罗说每一个地上 每一个人 包括你包括我 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个宣告 做出回应 一个就是正面的回应 接受这个福音 一个就是负面的 拒绝这个福音 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第三条路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回应 保罗告诉我们说 然后保罗在第一章 第一节后面 他就比较更详细地 讲到福音是什么 我们来看第一章的 第二节到第四节 好不好 那边说 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是神从前 借众先知在圣灵上 所应许的 这个福音 保罗说是 众先知就应许的 在借着圣灵应许的 是什么 论到他儿子 这个福音是 他的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位后一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应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 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看到没有 这里提到保罗 用一种方式讲到 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是一个人 一个拿撒冷人 耶稣 那他是基督 他是弥赛亚 他是世人的救世主 而且他是以色列的君王 是大卫的后裔 对不对 是我们的主 他是万有的主宰 而且他是神的儿子 而且他从死里复活 第二个这就是福音 你看保罗讲得多好 这就是福音 保罗说这个福音 是关乎一个人 叫做拿撒冷人 耶稣 那他的一生 他的出生 他的一生 他的死亡 跟他的复活 这个故事 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 那所以 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 福音是什么 那我们需要 知道耶稣的故事 耶稣的故事 那当然 你知道 耶稣他 两千年前 他到地上来 为我们死 为我们活 当然是蛮特别的 但是事实上 你知道 这世界上 特别的人 还蛮多 真的蛮多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 唯独耶稣 这个人 是被称为福音 被称为好消息 而且事实上 每一个人 都应该注意这个事情 而且对这个福音 每一个人都需要 做出回应 保罗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 因为保罗说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神的书告诉我们的 我们常常讲 圣经就是神的故事 圣经就是耶稣的故事 保罗其实也在讲 耶稣的故事 保罗在讲神的故事 那基本上 如果各位像 如果像我一样 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了 我们觉得 理所当然 我们从小就讲 圣经的故事 耶稣来 耶稣一生 医病赶鬼 他最后我们死 死在世界上 又复活了 我们就何等宝贵 但是如果在座 或者网路上的朋友们 如果你 你不是在教会长大 那你对基督教信仰 不是那么了解 那么熟悉 也许你会想说 一个人两千年前 在耶路撒冷 很远又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保罗就在告诉我们说 有关系 跟你 跟我 跟每一个人 都有非常重要 绝对的关系 好 我们看保罗怎么告诉我们 好不好 保罗说 这个是用神的话来讲的 保罗仍然在讲 神的故事 保罗仍然在讲 耶稣的故事 弟兄弟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每当我谈到耶稣 我们主的故事 我做的就很兴奋 我就很兴奋 我希望你也是一样 好不好 保罗告诉我们 这是耶稣的故事 那我们知道圣经分成 旧约跟行约 旧约其实 旧约其实不是从 以色列人开始的 如果我们真的读 创世纪开始 我们知道 旧约圣经 圣经是从 人类的启头 这个世界创造 启头开始的 神爱我们 所以神创造了万有 神创造了宇宙 神创造了世界 神也创造了人 而人在神眼中 看来是非常宝贵的 人被造有个目的 是为了彰显这位 三一真神的形象 要彰显这位 三一真神 一切美好的属性 他的公义 善良 纯洁 他的恩典 他的慈爱 你我虽然是 出于尘土 用尘土造了 可是我们确实 跟这位神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刚刚读了 四个告诉我们说 他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他的爱子 他是创造的主 我们是被造的 那他爱我们 他创造我们 而且他期待 我们这些人 领受了神的恩典 神的爱之后 我们分 我们分送这些 从神来的爱 和我们旁边的人分享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 我们被造的目的 那下面我跟各位分享 罪是什么 我刚刚提到 我们人受造 有个目的嘛 主造我们 他其实是呼召 呼召我们 要以他人为中心 要以他人为中心的爱 流向受造的 我们作为受造的 所有的 包括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的神 就是对于我们周围的人 要发出我们 从神领受的爱 把我们从神领受 来分享给 在我们周围的人 分享给周围的人 神的恩典 神的爱 神的慷慨 神的恩慈 神的良善 那这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但是我们出了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 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 圣经上用一个字 来形容我们的问题 就是罪 就是罪 那当然基督徒对罪 都知道 我们常听说过嘛 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对罪 完全地了解 对我们其实 圣经上的罪 讲到罪的意思 讲到失败 讲到不及格 就是讲到 没有通过 做什么事 没有通过 那个标准 所以我们常常说 比方说 如果你去射箭 你没有射中那个红心 那就是罪 或者我们打靶 男生 前当过兵打靶 如果没有打到那个靶心 那就是罪 我举一个例子 四世纪二十章的十六节 那边有这样记载说 在众军之中 有拣选的七百精兵 都是左手便利的 能用鸡拳甩石 打人 毫发不差 就是在以色列军队中 有七百个人 他们很厉害 他们是左手便利的 用左撇子 他们用左手用刀 或者用甩石机 打人 毫发不差 意思是他们打得很准 就连最小的目标 像头发一样那么细的 他们都可以打到 毫发不差那个字 那个差那个字 希伯来原文就是 就失败 都不会失败的 打到目标不会失败 可是你知道 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字 也是用这个字 就是罪 所以失败 就是罪 失败就是罪 听众姐妹 那就是罪的意思 当我们没有达到目标 在任何事情上 如果你失败 你没有达到目标 那就是罪 没有通过 那就是罪 我们没有完成 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没有完成 神造我们的目的 但是我们造我们的目的 主造我们的目的就是 我们领受神的爱 然后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 分享神的爱 那这就是 神造我们的目的 我们非常熟悉 主说律法的两个 最大诫命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爱神 第二个就是爱人 我们领受 我们受造就为这个 我们从神领受 这么大恩典 神用爱创造我们 神期待我们用爱来爱他 也爱我们周围的人 但是人真的失败了 如果我们真的摸摸 我们自己良心 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失败了 在每一方面 我们都失败 我们在不应该 做的事上 我们失败 我们做了 在不应该说的话上 我们失败 我们说了 在不应该思想的事情上面 我们思想了 我们失败了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想这样做 可是你们发现 我们总是没法控制自己 可是另外一方面 同样我们在 不应该做的事上 我们却做了 在不应该说的话上 我们却说了 在不应该思想的事上 我们却思想了 所以利用你们知道 神期待我们 要慷慨对我们周围的人 爱他们 分享神爱 分享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做 可是很多时候 当然给我们自己找很多理由 很多借口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把罪分成两种 有一种叫做承诺上的罪 就是我承诺我应该去做 但是我没有做 另外一种就是 疏忽的罪 就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去做 但是我疏忽了 我就做了 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落在这两种光景里面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就好了 他们就是在这种光景里面 他们继续不断地犯罪 继续不断地失败 以至于整个国家都灭亡了 而且罪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罪就是 它会扩散的 扩散的 如果说我就犯罪 我就伤害我自己 其实罪不只伤害我们自己 罪会伤害别人 罪会继续不断向外扩展 宁电源的故事 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 主创造亚当夏娃 第一个男人 第一个女人 他们两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而且神给他们崇高的地位 神给他们很高的权柄 神吩咐他们代表神的地上管理 所造的万有 以至于这个世界可以继续美好下去 但是我们都知道 亚当夏娃犯罪了 他们失败了 他们成为罪人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神 托付他们的目的 结果是什么 他们不但自己成为罪人 而且他们的罪就影响了下一代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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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夏娃的儿子 长子叫做该隐 赤子叫做亚伯 对不对 这一对兄弟他们应该相亲相爱的 可是问题是什么 该隐因为嫉妒就杀了他的弟弟 创世纪四章第八节 应该相亲相爱的兄弟 该隐就起来 把他弟弟杀了 把他弟弟杀了 然后你看 他们的后代 当然神把该隐赶出以电源 可是弟兄弟们你知道 该隐就生了很多孩子 有后代一代一代的 没有一个是好的 举一个例子 来到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三节 他有一个后代叫做拉曼 拉曼 拉曼怎么说 拉曼有天对他两个太太说 他太太叫亚大跟喜拉 你们听我的话 听我跟你们讲 有一个壮年人伤害我 我就把他杀了 有一个少年人伤害我 我也把他杀了 就是亚当的后代 而且你知道 那个罪继续不断继续不断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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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个第一步到创世纪第六章 第五节 神说神看世上的人 罪恶很大 他们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恶 连上帝都后悔 我怎么造了一批人像这个样子 所以神就后悔 而且神定义怎么样 神要把他们都灭绝了 这样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到十二节 神观看世界 见世界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 都败坏了行为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每一个人都失败了 每一个人都没有达到 神创造的目的 所以神要用洪水来治 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 当然神借了方舟 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 挪亚在神看来还不错 是一个义人 但是挪亚后代怎么样 他们继续犯罪 他们继续失败 故事长话短说 后来神 当然可是神还是爱我们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是祂所造的 神爱我们 所以神说 我就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这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 我要为你 主说我要祝福你 使你成为一个家庭 有一个很多的后代 成为一个民族 我要与你们立约 我要保护你们 把美帝赐给你们 把律法赐给你们 结果他们的后代 怎么样 失败 神又拣选一个人 叫做大卫 大卫 神应许说 从大卫 神要兴起一个王来 一个真正公义的王 一个公平公义的王 他要把一切的人 从最终拯救出来 一切被压制 被逼迫的人 这个王要拯救他们 他要建立一个公平公义的国度 直到永远 这是神的应许 好 但是问题在过程当中 大卫怎么样 大卫基本上不错 是神所拣选的一股王 神经常说 神也觉得他不错 神很喜悦他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仍然是一个人 你发现大卫后来失败 他犯罪 而且犯了非常严重的罪 他就传给他儿子 所罗门 所罗门也是个好王 基本上一开始 他什么都不求 求神赐给他聪明智慧 治理的国家 所以神很高兴 神赐给他高度的聪明智慧 结果怎么样 你熟读熟伦的故事 熟伦王最后怎么样 失败的更惨 比他罢了更惨 一代一代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直到最后神的忍耐 到了极限 所以北方的以色列国 南方的犹大国 就都被外族灭亡了 人类没有盼望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失败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有盼望 因为有福音 有福音 保罗知道 人需要一个人 一个完全的人 他可以成为一个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以至于他可以来拯救我们 保罗说 那个人就是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 他确实是大卫的后遗 王的后遗 他来拯救我们 要把世人 包括你 包括我 从罪中拯救出来 然后保罗说 他从死里复活 写明他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福音 当然 我们知道福音 其实不只是从耶稣 定师家开始的 创世以前 神就预定了 猜他儿子来为我们舍命 对不对 一直来到 这个 玉月节 故事就很精彩 在玉月节那天 主就告诉他的门主说 我要为世人舍命 他告诉我们说 他是宇宙的主宰 可是他甘心了意到地上来 成为一个人 像你我一样 一个完全人 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他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 以别人的 以别人的生命为中心的一个生命 和我们不一样 他告诉我们说 他为这个目的 要为我们在世家上 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把他的生命献上 要成为多人的赎价 所以你知道那天晚上 月节那天晚上 奇妙事就发生了 在耶稣基督之前 所有人类的罪 跟耶稣基督之后 所有人的罪 神都把他放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而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是甘心乐意舍的 没有人逼迫他 连神也不逼迫他 不勉强他 耶稣说 我是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 弟兄姐妹 主为我们 他代替我们 在世家上流出宝血来 为我们死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我们说的好消息 好消息 尼赛亚他来 神自己来 为我们在世家上 舍命 为我们而死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 好 我们讲一下十字架 十字架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那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 对不对 其实一开始不是的 一开始 没有那么 有人说 据历史说 十字架的刑罚 是从马代波斯开始的 马代波斯 你记得在以色帖 在以色帖记第六章 有提到 把他挂在那个木架上 但是有人说 那时候 只是把他挂在木架上 然后慢慢死掉 一直到罗马 罗马人更残酷 开始用铁钉 把人钉在色帖上 动骨而死 那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 残忍的刑罚 在1968年 有一群考古学家 他们就做研究 做考古 他们在东耶路撒冷 发现一个坟墓 一个家族的坟墓 在一个洞穴里面 洞穴里面 排了好多盒子 木盒子 一盒一盒的 很多人在上面 在里面 那他们就发现 那个盒子里面 都是人的海骨 那其中有一块海骨 成为当时一个 国际的新闻 非常轰动的一个新闻 为什么呢 那这个海骨 这个海骨的主人 因为那个木头上 木盒子上面 有他的名字 大概叫约翰 叫约翰 那他们从他的骨头 可以发现 这个人是被钉十架而死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脚骨 被一个大的铁钉刺穿 你看有图 各位可以看 看得清楚吗 光线太 一个中间是骨头 脚踝骨 一个大铁钉刺进去 可是可怕的是什么 那铁钉的前端是弯曲的 是弯曲的 是弯曲的 考古学家发现 这副骨头年代 他们研究 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 而且他们觉得 很诧异 很恐怖 就是那个铁钉是弯曲的 前面弯曲的 那他们判断有可能 不晓得当时情况 真的是有可能 在罗马人 罗马毕丽用铁锤 锤那个铁钉的时候 因为前方没有摆正 或者那个木头太硬 木头太硬 那前面就弯曲了 所以他们的家属 大概整理着骨头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铁钉 因为前面弯了 没有办法从脚踝骨那边 拔出来 你可以想象 那是个多么恐怖的 一个景象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 他被钉在石架上 那是个可怕 恐怖的景象 对不对 但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 他是为什么 一个被罗马人 公开钉在石架上 耶稣 我们说 那是个福音 那是个好消息 而这个人 还有在那个时代 从马奈波斯开始 有无数的人 他们被钉了石架 那些人 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 却是恐怖的景象 是个坏消息 是什么使 耶稣基督被钉石架 和这个约翰被钉石架 是完全不一样 是什么使 耶稣基督被钉石架 和所有被钉石架的人 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一个理由 就是耶稣被钉石架之后 第三天 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从死里复活 给我们带来了救恩 给我们带来盼望 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生命 所以石架 永远是我们喜欢 传的所有的故事 因为石架 就是福音 就是福音 今天晚上 今天早上 我再次跟你分享一下 石架故事好不好 那天晚上 一月节的晚上 主召集他的门徒 设立了圣餐 然后他到克西马云园 去祷告 他的门徒之一 犹大出卖了他 他就被抓 在祭司 在公会面前 受宗教的审问 他们诬告他 诬告耶稣 说他亵渎上帝 他们很想叫他死 可是犹太人 他们没有权利 法律上他们没有权利 处死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 他们借导杀人 把耶稣送到 这个比拉多 罗马巡抚那里 巴拉巴拉定死架 但是罗马的巡抚 比拉多 巡抚他是个军人 他也是个政治家 政客了 他非常熟悉 罗马的法律 罗马法律是非常严谨的 你永远知道 那比拉多 查了半天说 我没有查到 这个人犯什么罪 放了他 可是 可是犹太人 他们受祭祀文士的怂恿 就说定他死架 他们大肆都 把他定在死架上 把他定在死架上 所以比拉多 就 好 就把他交给罗马的兵丁 罗马兵丁鞭打了耶稣 给他穿上一件紫色的袍子 王的袍子 穿穿 你是王 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 然后给他做一个 荆棘的冠冕 给他盖在他头上 所以主流出他的血来 他的额头 戏弄他 你不是王吗 你不是王吗 来啊 恭喜恭喜你啊 然后他们用个芦苇打他 吐口水在主的脸上 信用完了 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 把袍子脱下来 又给主继续穿上 他原来的衣服 就带他去定死架 主背着死架 经过了耶路撒冷的市区 来到一个地方 叫做哥哥他 德罗蒂 冰丁就 拿调和的酒 拿苦胆调和的酒 给耶稣喝 听说 那个酒喝的 可以减缓一下身体的疼痛 但是主拒绝 因为他定义替我们 喝下苦涩死亡的痛苦 他为我们 主来为我们承受 所有的死亡的痛苦 来表明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神就借着耶稣在 施加上为我们死 要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第二名 那就是福音 那就是福音 所以冰丁把耶稣 钉在施加上 同时当我们知道 有另外两个强盗 钉在耶稣基督左右边 在施加下面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强盗 就 就 就讥笑主 有人咒骂他 哎呀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现在正是你的机会啊 从施加下来啊 你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了 你不会行神迹吗 为你自己行个神迹啊 对不对 你不是叫 拉撒路 叫拉撒路从施力复活吗 叫拿一能寡妇的儿子 从施力复活吗 你很快就要死了 死的复活给我们看一看 他们不明白 创世以前 神就预定 祂要为我们 定在施加上 因为只有通过施加 弟兄姐妹 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 我们的罪 才能够被赦免 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 因为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实际上的第四章十二节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没有别的救法 没有别的救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位使徒保罗 又聪明 又能力 又恩赐 又收督律法的 一个犹太的拉比 他说 因为我曾定义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耶稣 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因为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救恩 因为我们只有借着十字架 我们的罪 才能够得到赦免 我们只有借着十字架 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 我们只有借着十字架 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堂 有永恒的生命 如果耶稣 没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 永远不会得到赦免 我们永远不可能 进入天堂 我们永远不可能 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在地上的问题 跟天上的问题 永远都不会被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他不能 从十字架上下来 他其实可以的 在身有什么难称的事吗 但是他不能 他也不愿意 因为他如果下来 我们就没有救恩 所以神何等爱我们 何等爱我们 虽然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从一定人 开始我们看见 亚朗西娃就犯罪了 就被淫逸了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后代 包括你包括我 我们都受到罪的影响 保罗说我们都被圈在罪中 宝马书三章十二节 我们都是偏离正路的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然后二二三节 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那我们怎么办 谁能救我们脱离 那个罪的刑罚 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来 他来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你看保罗说什么 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罪的结局 薪水 代价就是死亡 而且是永远的死亡 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赐给我们永生 叫我们不治死亡 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 那个死亡 其实是永恒的死亡 待会儿跟弟们讲更细一点 是个地狱的刑罚 但是神太爱我们 神真的很爱我们 虽然我们这么不完全 神的爱就是 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他爱我们 所以他不要我们灭亡 他预备救恩 他说我们只要相信 他的儿子在十架上 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 我们就可以被改变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永恒的生命 像神一样的生命 所以神猜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到地上来 他到成肉身来 替我们偿还罪债 因为你我 没有办法偿还 我们自己的罪债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替别人 偿还那个罪债 所以神猜他儿子 到地上来 成为一个人 借着圣灵怀孕而生 在地上他没有犯罪 为我们没有犯罪 他为我们分别为圣 他是可以犯罪的 耶稣基睿 耶稣在地上 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 他会受影响 他会受影响 可是他为我们定义 没有犯罪 七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他讲了耶稣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和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为我们分别为圣 所以耶稣为我们 实在世界上 成为我们的代数 他是没有罪的代替我们 成为罪 为他乐意 他甘心为我们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那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而且他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甘心舍的 那就是神的爱 神的爱 我们都承认 我们都犯了罪 本来应该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 实在实价上的 但是神为我们 付了暑假 所以因此 实价成为一个 一个奇妙的 一个蒙福的 我说蒙福的 交换的地方 一个交换的记号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需要知道 在福音里面 你得到什么东西 好不好 我们信耶稣不是 我信耶稣了 我以前拜别的 现在拜耶稣 礼拜天我来做个礼拜 等有一天 我就信天堂 我们所有领受的祝福 远远超过这个 好不好 我跟各位分享 实价的救恩 是奇妙的救恩 基督都喜欢实价 也外邦人也知道 基督都喜欢实价 对不对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年轻人 他没有信主 他在国外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基督徒 帮助过他 所以他有感谢 所以他就问我说 牧师我想做一个 我想做一个实价 木头实价 他很喜欢做木刻 我想做一个木头实价 送给那个阿姨 他对我很好 好不好 说好啊 基督多喜欢实价 OK 但听我以为 实价不是一个装饰品而已 当然你喜欢戴个实价 项链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 实价其实是一个 充满血腥的记号 是一个可怕的记号 因为那一天 耶稣在实价上 全世界每一个人 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的罪孽 仇恨 背叛 邪恶 孤独 惧怕 忧虑 疾病 贫穷死亡 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就是带着 背负世人所有的罪 进入死亡里面 但是感谢神 保罗说 神就要从死里复活 他为我们死 也为我们复活了 所以神可以宣告 我们最起来都偿还了 因为你我的罪 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已经代替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死 每一个凭着基督的宝血 实价的宝血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 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我们都可以领受神的祝福 那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 何等大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的关键 就是十字架 我们来看从十字架 我们得到什么的祝福 好不好 主做了什么改变 什么蒙福的交换 第一个就是 耶稣为我们死 使我们可以活 使我们可以活 我们刚刚不读一些经文吗 那神使他无罪地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面前 里面成为神的义 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可以活 我们从主领受一个 复活的一个生命 弟兄弟们知道 我们因为罪的缘故 生命的结局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而且不只是身体 这个身体每个人都会死 有一天在地上 我们都会过去 对不对 那可是 可怕的是那个永恒的死亡 永恒的死亡 永恒的灭亡是可怕的 死不是 有人以为 人死如灯灭 一掉白了都没有 不是弟兄姐妹 身上说那个灵魂的死亡 它是继续活着 继续存在 但是为什么那么可怕 因为那个存在是 活在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 第二次的死 是活在硫磺火壶里面 是活在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渊源里面 那是灵魂的死 没有盼望 可是感谢神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救主那一天 接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 耶稣基督那一天 神说 他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 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了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这个生命是这样 永远的生命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救主的 神就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 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永远不至于死亡 我们每个人都害怕死亡了 对不对 魔鬼借着死亡 就是叫我们害怕 死亡像个毒钩样 紧紧地勾着我们 不放松 死亡像个死亡的权势 紧紧地牢笼我们 掌控我们 所以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五十五节 说死亡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亡 你的毒钩在哪里 从基督的罪 好像叫死亡像个毒钩 要抓住我们 但是感谢神 听用意味 神在 耶稣在十加的时候 得胜 他也为我们是 胜过了撒旦的权势 十五章第五四节说 哥林多前书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 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的权势很大 可耶稣在十加上得胜 吞灭了死亡的权势 叫我们不害怕 因为我们有永生 是不是 前书二章十五节 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 要释放那些 医生因怕死而奴仆的人 每个人都怕死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 我是啊 你知道我 偶尔 有时候我会提到 我的父亲 他可惜你不认识他 如果你认识他 你会很喜欢他 我父亲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真的 我看他一生的经历 哇 了不起耶 可是年长的时候 他就身体软弱 病了 他就有一点怕死 我年轻不懂事 我常说 爸爸 我们基督徒 不怕 现在我慢慢年纪大了 我就有点体会 我爸爸当时想什么 可是我记得 我永远记得 好多年前 我父亲生病 最后他在美国生病 我本来想陪他走最后一段路 可是因为教会有临时 有很紧急的事情 我说我必须要回来 我跟师母就回来 而且我知道 我回来以后 我大概不会再看到我爸爸 所以那天我就 我临走前那天晚上 跟师母去看他 在医院 美国医院这好特别 台湾医院 特别的大医院 哇 车随马龙 我形容不到对不对 反正白天晚上就是 哇 白天跟菜市场一样 有没有 晚上也很好 当然医疗很好 医生啊 什么作业医生啊 护理站都开 整夜都开 对不对 护理师很棒 他们很认真 跑来跑去 美国医院不一样 好大的医院 一到晚上从进大门开始 没有看到半个人 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 我就直接走了 我爸爸的病房里面 病房就一个床 他躺在上面 没有任何人 我想 哇 这什么 这什么 我就有点担心 我爸爸 我就问他说 爸爸 我要回台湾了 你怕不怕 我这儿子很在意这个嘛 我爸居然跟我说 我不怕 我不怕 我就很放心 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 我就回台湾了 我心中有一句话 我没有讲了 我说 我想跟他讲 爸爸我们天上见 好不好 我真的感谢主 我父亲三十五岁那年 在沟沉口受信主 我知道在他里面 有三儿子的生命 那是个永远的生命 感谢神 他为我成全 为我父亲成全 这么奇妙的救援 在石架上 因他 为他死 叫他可以活 而且是永远活着 就你是神奇妙的救恩 我们要感谢神 好不好 第二个就是 耶稣成为罪 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 哥尼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耶稣没有犯罪 他到地上来 他是个完全人 他不仅是完全圣诞 他受了试探 可是他为我们 没有犯罪 他甚至没有犯罪的念头 为我们 但是他代替我们成为罪 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 担当我们的罪 为我们的罪 使在石架上 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成为一个人 像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六节第七节所说的 他本来是神 他是神 可是他很谦卑 他就成为人在地上来 像你我一样 一个罪人的样式 欧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 律法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得心的 就是律法 人都软弱 我们根本做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守身律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注定就是要灭亡 可是神猜他儿子来 成为罪神的形状 他成为我们的样子 代替我们 他受了审判 然后他成为我们的赎家 代替我们成为赎罪记 神使他成为我们的代替 在释迦上 他担当我们的罪 在神眼中 神看他是一个罪人 耶稣没有犯罪 他是代替我们的罪 神把我们的罪 放在他的肩头上 以至于那一天 马太福音27章的46节 神离开他 耶稣不是说吗 神啊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神爱他的儿子 可是因为他身上 担负了我们的罪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他没有办法靠近一个罪人 神离开他 他为我们成为罪 然后使我们成为神的义 成为神的义 第二点 这个神为神的义 成为神的义 还不只是说一个地位上 我成为义人 或者说 我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 不是 远远超过这个 成为神的义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只有一个位是义的 神经常说 只有一个是义的 是谁 就是耶稣 就是基督 那个义就是 他使我们像基督一样 使我们这个 这么不完全的人 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 那是一个生命的经历 就像枝子 我们常说 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所以那个葡萄树的 生命之将 流入那个枝子里面 就结出许多 美好的果子来 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跟神相交 跟神有交通 所以神的生命 耶稣的生命 基督不但充满在我们里面 以至于我们这个人 生命被改变 像神一样 那么荣美 那就是神成为神的义 我刚刚读过 哥林多前书 一章三十节说 但你们得以在 基督耶稣里是本物神 神又使他成为 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救赎 神使他成为 我们的公义 这么奇妙的恩典 我们真的充满的感谢 然后我们来看 主在十字架上 真又成全什么 耶稣背负 我们的疾病 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我最喜欢讲这个 因为我想我们都需要 对不对 以赛尔书五三章的第四节说 他诚然 他是讲耶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这忧患这个字 其实 他 希伯来文原文是 就是疾病 就是身体疾病 后面的痛苦 讲到我们身体疾病 所造成的痛苦 是讲身体的 讲身体的 你看 圣明记的第七章十五节 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 那个病症其实 它是跟忧患同一个字 是以赛尔书里面翻成忧患 可是生命记里面讲到病症 神应许以色的百姓说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力法则 我就不叫疾病 法则在你们身上 叫疾病离开你们 马太 记不记得马太 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说 耶稣真的是弥赛亚 因为他来 他所说的就像 就像以赛尔书五十三章 所说的 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十七节 到了晚上 很多人带着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只有一句话 就把鬼赶出去了 并且治好 并且治好 一切有病的人 马太说 这就是要应验 先知以赛尔书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马太说 这就是他 他就是像以赛尔书的 五十三章所说的 他来是要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马太继续写马太福音 他告诉我们说 主在地上所说的 做的一切 都是要应验 以赛尔书所说的 第九章三十五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者 十六十一人告诉我们说什么 十章三十八节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 拿撒乐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咒由四方行善事 一号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身与他同在 耶稣在地上 他所做的最重要的 一个工作之一 弟兄弟们 就是一病 就是一致疾病 与他爱我们 他知道生命的人很痛苦 他知道生命的人 周围的人家属也很痛苦 所以他来医治我们 包括彼得 主的门徒 彼得说什么 彼得也引用以赛尔书 五十三章的话 彼得说什么 在二章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彼得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说耶稣被定在石架上 今生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了鞭伤 你们便得了遗旨 弟兄姐妹 主没有改变 今天仍然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 主在石架上 他不但担当了我们的罪 也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我们一定要相信 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否定 否定主在石架上 所以世人告诉我们说 诗篇一百零三篇 第二第三节说 我的心 你们要称颂耶华 不要忘记 祂的一切恩惠 什么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好不好 对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是包括我们的灵魂 得了拯救 我们的圣灵得了医治 事实上你知道 你看十六圈 第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主为我们预备 这个石架的救恩 每一个人可以靠着他 怎么样 得到拯救 拯救这个字 希腊文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 我们灵魂得到拯救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 所以以后你看 新约圣经里面 讲到拯救 讲到救恩 你要记得 就包括我们的灵魂 得到拯救 跟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 这就是主的恩典 再来我们看见 主在石架上 为我们成为什么 就是耶稣 祂成为贫穷 使我们成为富足 耶稣祂成为贫穷 为我们成为贫穷 使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你们知道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为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神是富足的 就神来说 你看 历代至上二九章的十一节 耶和尊大能力 荣耀强盛 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所 凡天上地下都是神的 对不对 都是神所造的 论到耶稣说什么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 万有都是靠耶稣造的 无论是天上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耶稣造的 又是为耶稣造的 神本身就是富足的 就是丰富的 祂有完全的公义 完全的美善 圣洁 恩典 慈爱 全能 而且神叫他 一切的丰富 都有心优体地 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成为丰富的 耶稣是丰富的那一位 对不对 而我们在基督里面 怎么样 我们可以成为丰富 主为我们成为贫穷 这位万有的主宰 你看 他离开天上的荣华 到地上 成为一个罪人的样子 他降生在马朝 圣洞节刚过 我们讲到马朝 圣洞卡边的马朝 都很漂亮 有天使 油 马 很漂亮 其实马朝不是 马朝是又脏又臭的地方 神拣选马朝 他降生 然后他在拿撒勒长大 拿撒勒是一个 是个默默无名的城镇 有人说 那个时候 拿撒勒大概只有五百个居民吧 救援圣经 根本没有提过拿撒勒 太不重要了 可是神的儿子 选择在那个地方成长 他的父亲 地上肉身的父亲 看起来是一个木匠 没有什么身份地位 主开始渡道 传福音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八节说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好像一个流浪汉一样 不要说没有房子 他连租的房子都没有 晚上睡觉也没有枕头 就是我们的主 为我们成为贫穷 以赛亚书五三章 怎么形容我们的主 当然有人说 这是因为他受苦 被鞭打之后 可是我觉得显然 看起来 虽然我相信 我们的主应该很英俊 可是显然从这边看来 他应该不是什么 高富帅的人物 不是我们羡慕那种 你看圣经上怎么写 他在耶华面前 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加薪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藏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 颜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 他公开受审判 受羞辱 被鞭打 人吐口水在他脸上 打他的脸 失去我们最在乎的面子 公众 他被定在释迦上 有时候我们看 天主教的信徒 他们在释迦上 有耶稣像 耶稣被挂在释迦上 通常会这一块布 第一个人知道 事实上在当时 被定在释迦上的人 他们是裸体的 公开示众 我们的主 就是这样 甚至于当 他被定在释迦上的时候 因为世人的罪 因为我的罪 都在他身上 以至于连天父都 离开他 都离开他 他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但是因他贫穷 使我们成为富足 在世下上 因他成为贫穷 叫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当然你不要误会 这个富足并不是应许说 基督徒在地上 都要风风光光的 荣华富贵 不是的 事实上 主刚好讲相反 因为留意到 《罗教福音》12章15节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 自首免去 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你家有没有钱 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 人的生命 跟有没有钱 没有关系 当然 你不要担心说 我们也不会缺乏 是不是 主不是教导我们吗 我们用日用的饮食 我们可以祷告 主啊 我们用日用的饮食 天天吃给我们 日用的饮食 不只是吃啊 包括我们所有所需要的 主都会给我们预备 大卫诗篇23篇第一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你不会有缺乏 真的也靠神 你不会有缺乏 保罗圣人教了我们说 我们应该有意有实 就当自主 基督徒不需要 急急营营去 拼命想要赚钱 赚钱 赚到一个地步 连主都忘了 不好 不要 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 主说 然而敬钱 加上自主的心 便是大力量 我们应该自主 主给我们 其实够我们试用 我们来 更多来追求我们的主 好不好 丰富是什么 丰富讲到我们生命的丰富 愿安福音十章第四节 到贼来 无非要偷窃 毁坏杀害 我来 也就是说 我来的是要教养 得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 主使我们 祂为我们成为贫穷 使我们成为富足 富足基本上 第二点 是更多讲到我们生命的富足 神本心 一切的丰盛 都有心有体地 在耶稣基督里面 对不对 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可以得到丰盛 我们得到耶稣 就可以得到 在耶稣基督里面 一切的丰盛 我们刚刚不是读了吗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本护神 神把祂一切的 智慧 公寓 圣经的救赎 还有其他所有的 美好的属性 都赐给我们 我们生命可以丰盛 我们可以像神一样 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 有一些经文 我不晓得你们留意到 保罗说 无论谁 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 有想过吗 神记得保罗告诉你说 万有都是你的 那牧师什么是万有啊 万有就是万有 所有所需要的 主都为你预备 当然 更不要说 有一天我们在天上 主说我们在永恒里面 跟耶稣一同作王掌权 对不对 所有都是主的 所有也是我们的 我们要充满了盼望 最后我们看到说 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 叫我们得着祝福 提拉太书三章四三到十四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就是我们 使我们因着信 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为什么会受律法的咒诅 律法的咒诅什么意思 就是从你看 创纪三章十七节 在亚当吃的那个 分别上出的果子以后 神就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牢骨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也是咒诅 地受咒诅 人也受咒诅 为什么受咒诅 因为没有遵守主的命令 主说 这么美好的伊甸园 只有一个命令 弟兄姐妹 其实蛮容易遵守的 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 不要吃 他们都没有要遵守 吃了 所以他们就受了咒诅 对不对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律法像个紧箍咒一样 没有人敢说 我都遵守律法 所以我们就被定罪 我们就要受审判 而且我们就要受刑罚 律法的咒诅 每一个人都脱离不了 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 祂替我们定十架 为什么 因为圣经上神说的 凡被挂在十架上的 凡被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那这是神的律法说的 圣明节21章23节 因为被挂的人 是在神面前受咒诅 那个被挂在木头上的是 是受咒诅 在神面前受咒诅 所以耶稣那天 被我们挂在十架上 祂就受了咒诅 本来应该我们受咒诅的 但是耶稣替我们受了咒诅 保罗说就俗出我们 就叫我们可以不受咒诅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不受咒诅 不受律法的咒诅 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 挂在十架上 替我们受了咒诅 交换 一个交换的祝福 然后叫我们得着 所应许的祝福 什么祝福 什么祝福 当然属灵里面 有很多的祝福 以福祉福第一章第三节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耶稣里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 有很多的祝福赐给我们 只是我们要在意 主赐我们美好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赐给我们恩典 赐给我们荣耀 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知识 很多美好的祝福 但是这边 保罗特别说 应许的圣灵 圣灵的祝福 圣灵丰满了祝福 就是圣灵充满我们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们要起来追求 被圣灵充满 结束圣灵美好果子的祝福 都跟圣灵有关 生命的圣灵 完全被改变了祝福 像耶稣的祝福 这是主我们预备的 祂在十架上 为我们受了咒诅 叫我们可以得着各样的祝福 包括圣灵祝福 多么大的恩典 今天我期待 弟兄你们可以明白 这就是福音 耶稣在十架上 为我们定死 叫我们这些 本来是没有祝福的人 贫穷的人 叫我们这些 叫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可以成为神的义 可以得到祝福 不再受咒诅 主给我们恩典何等大 我们应该心里充满的感谢 好不好 来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唱诗歌